深夜接到機師罷工消息可能會影響一早班機 Lamico球員火大直接炮轟機師工會 剛開始其實大家都一定會抱著這種狀態 就是說到底能不能去 能不能去這樣 就覺得還蠻剛好的 就是陰錯陽差剛好可以去這樣 昨天半夜的時候看到新聞的時候 我們有馬上先傳給我們經紀人 就是說我們會不會今天就飛不成了 前一晚真的好怕帶不到飛機 因為Lamico球隊將出發到日本石原島與日直羅德隊打交流賽 已經規劃好的行程一度可能受影響 部分球員緊張到一整夜睡不著 有人擔心不過總教練老是老神在在 我一直沒有注意什麼罷工的事情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從早上到這裡來都一切都還蠻順利的 希望一切順利嘛 就是不要影響到我們的行程這樣 不用回來啦 就待在石原島就好了 多晚幾天是不是 對 好險華航緊急調度人力 下午兩點前航班不受影響 最後全隊順利搭機 不過即時罷工引發爭議 命理師張維中也忍不住在臉書痛逼 替華航乘客聲援 張維中認為工會與航空公司的問題為何要影響顧客權益 氣憤的還有資深音樂人許常德 爆料是家族內鬥為何要給乘客去收拾爛攤子 這麼嚴重的問題還發生在春節期間 華航機師公會突襲罷工讓名人們也不滿 紛紛為無辜乘客發聲